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你 因为我们知道离开了你我们不可以做些什么 但是我们在你里面的时候 我们生命每天就经历到很多很多你的恩典 以至于我们能够可以生命见证到你的作为 能够真是以我们的生命 以我们身上所经历的恩典 去述说你的作为 主 我们这一刻就在你面前 去敬拜你 去赞美你 主 我求你 与我们同在 你的灵在自由 运行 大令主激发起 我们对你那种的爱 爱你更加多 爱慕你的说话更加多 以至于我们生命就这样被你充满去更生我们 主 帮助我们 让我当中仍然有重担 有困难 或者有犯罪得罪你得罪人的地方 主 我们在你面前 求你赏面我们 帮助我们 以至于我们与你之间毫无阻担去来到亲近你 主 我们就这样去向你祷告 我们欢迎你临在 接受我们对你的敬拜 对你的赞美 我们就要尽心尽识 尽力地 去将最好的赞美给你 去献成给你 主 我们 请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命志祈求 阿们 弟兄姊妹 我们和她暂立 我们一起去读出 今天宣照经文 是诗篇89篇 一至八节 我们一起读出来 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 直到永远 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于漫代 因我曾说 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 你的信实 必建立在天上 我与我所简算的人 立了约 向我的仆人 带为起了誓 我要建立你的后裔 直到永远 要建立你的宝座 直到漫代 耶和华 诸天 要称赞你的歧视 在圣者的会中 要称赞你的信实 在天空 谁能给耶和华呢 神的宗旨中 谁能将耶和华呢 他在圣者的会中 是大有威严的神 比一切在他四位的更可畏惧 耶和华 万军之神啊 哪一个大能者将你耶和华 你的信实 是在你的四位 没错 弟兄姊妹 我用我们一同的 继续以诗歌赞美 可以赞美我们的神 祂是独行其事的主 祂是满有信实 祂也是满有慈爱的父上帝 用一同唱 一层高唱 耶和华的大慈爱 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都永远我要唱 我要唱 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都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用我哭 向人全国 你大信心 你大信心 用我哭 向人全国 你大信心 都永远万代 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都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都永远我要唱 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都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用我哭 向人全国 你大信心 你大信心 用我哭 向人全国 你大信心 都永远万代 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都永远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众天师 同声歌唱耶和华的大慈爱 众天师 同声歌唱赞美主 都永远众天师 同声歌唱赞美主 谁由我哭 向人全国 谁由我哭 向人全国 谁由我哭 向人生全国 都永远万代 我要唱野荒花的大慈爱 都永远我要唱野荒花的大慈爱 使主我们真的要歌唱 我们要重赞主你的信实 你的慈爱 是直到千代直到万代 以至今天我们能够 真的认识到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宰 因为你爱我们 因为你应许大慈的后裔 就是主耶稣基督 祂要助着为王 祂要救赎我们 祂要施恩拯救我们 叫我们在黑暗里面 我们看到真光 主要我们 真的要将我们一切的感恩 将我们所有的赞味道贵于你 主要是同心去唱这首诗歌 在我心中有千八万心事 在我心中有千八万心事 来情献 祝我天上恩拯救我天上恩主 愿见正全阳 主恩典多么微 感恩主要是同心事 感恩主要是同心去唱这首诗歌 祝福恩主要是同心去唱这首诗歌 在我心中有千八万心事 在我心中有千八万心事 都恩一归及你 主你是伟大完美 在我心中有数不上今日 来情欺及我天上恩主 愿见正全阳 主恩典多么美 感激你常无念父子 齐真心情欺赞美给你 尽我心意做唱 每篇的诗句 齐举手情欺 敬拜永远归及你 为你我献上 总赞齐真心情欺 齐真心情欺赞美给你 尽我心意做唱 每篇的诗句 齐举手情欺 敬拜永远归及你 为你我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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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摘 让我永远归 让我活摘 祝一事定 我们在面前献上我们自己 成为活祭 主我们心愿 你去越南我们的献上 主因为你 你拯救我的生命 你让我的生命经历到你的时候 我的生命被你去改变 被你去更生 我的生命当我们愿意 不断不断地去降伏 在你面前降伏 去信靠你 去认识你话语更多的时候 我的生命被你去逃走 去改造 以致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因为主耶稣 你就是那位和平之君 你为世人带来的是 神和人能够和好的福音 主当我们接受这个福音 求你帮助我们 使我们作你和平之子 将和平的福音 和好的福音 带到人群的中间 在这个 纷乱 黑暗 充满罪恶 失去秩序的世界里面 就能够 我们的生命 能够反照神的荣光 能够向人 去分享这个 美好 和好 带好的信息 主 就是使用我们的生命 使用我们 我们就在面前 这样去祈祷 去纳致 主是越纳我们 是我创造你和平之子 在怨恨之中 使用你的爱 在忧伤之中 传送你欢喜 在怨恨之中 献出你信心 帮助我 不要 但但求安慰 更愿意 努力 安慰 帮助人 不求被了解 等候了解人 接受爱 更加愿意 付出我 是我 是我葬你和平之子 在失望之处 大传你盼望 在罪恶 恨暗 发出你的光 在难过心灵 播下你喜乐 帮助我 帮助我 不要 但但求安慰 更愿意 努力 安慰 帮助人 不求被了解 但求了解人 接受爱 更加愿意 付出我 是我葬你和平之子 愿欢恕 别人好将你欢恕 愿始于别人 好将你支援 愿燃烧生命 担得永远生命 主 然后我们就在你面前立愿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同在 更新我们 我们当中可能有分享的 求主你使用大兄姐妹的见证激励我们 当牧师去分享圣经话语的时候 真是叫我们的心有受教谦卑的心 在你面前我们就放下我们自己 与之外向你完全全 去摆上我们 主啊 你就改造我们 你就更生我们 让我们更加像耶稣基督 能够专阳和好的福音 和平的福音 主啊 给你帮助我们 我们 θα祷告 敬拜交托 蒙礼的愿力 投告He Sexpl pilie 我们要祷告奉耶稣名字祈求 阿们 сказать 各位姐妹 请坐 如果当中你有感动的分享 可以来到台上面一起分享 激勵大家 如果当第一个分享的时候 第二位有感动分享的 也可以在台下等一等 然后我们就可以接着分享 邀请大家如果有感动的 可以上来去分享 各位好 我刚才听到Dixon祈祷的时候 讲到神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就很受感动 那我就抱起诗篇第十八篇 我今天没有特别的分享 但是我还要读给大家听 因为我觉得主的话语非常有力量 当他的话语在Dixon的口中 讲出来的时候 就令到我的身体很震撼 说我们的神这么伟大 圣经这么说诗篇十八篇 一至第二节 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 耶和华是我的盐石 我的身制 我的教主 我的神 我的盆石 我所投靠的 他是我的盾牌 是拯救我的国 是我的高台 接着在十八篇 第二十五节 二十六节 也很美丽 我读给大家听 圣经说 慈爱的人 你以慈爱对他 完全的人 你以完全对他 清洁的人 你以清洁对他 归癖的人 你以温曲对他 我们的神是很公义的 我们要神怎么对对我们呢 而我们在他的面前 立志 知道我们要蒙神使用 被神建立 我们需要做 怎样的一个人生 好吗 很简单的分享 主持福给他的话语 还有没有弟兄姊妹 可以上来分享 好 我有一点分享 我刚刚开学第二个礼拜 我们中午 有一钟头时间 是一起去相聚 我们甚至乎在一个Zoom上面 就有一个叫Trapel Time 就是敬拜的时间 有一个很好的老师 每一次学期初的分享 都很深刻的 因为他每次都提醒我们 原来我们整个人生 无论是我们读书 做功课 就是学校里面 或者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 都是一个act of worship 就是一个敬拜的行动 不要轻看我们跟家人相处 不要轻看除了跟主相处之外 轻看跟家人相处 不要轻看读书 不要轻看我们的工作 其实任何时候 我们都可以荣耀主 服侍到主 每次提到老师说 都不是第一次听 但每次听的时候 就算很多功课也好 好忙也好 都可以是敬拜的主 感谢主提醒我们 就是 那时候开学就是面对 排山倒海的功课 就是你觉得很头疼 一吃完饭又要 做一些看书 但是老师提醒激励我们 我想都是和弟兄姊妹激励 可以 任何时候我们都在敬拜 人生就是如此,求主去越纳我们 有Pauline姐妹分享 刚才黄牧师说的,让我有点感动 也是说用圣经华语给大家一个勉励 因为我是对国家的事情很关心 尤其是最近大选之后 心里面都有很多的担忧 但是看到一篇灵修 就说不论事情是怎样恶化 但是我们在主里面不用惧怕,不用灰心 有两支圣经也是几支圣经跟大家分享 原以这几支圣经也都成为我们的帮助 诗篇二十七篇第一节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 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我还据谁呢? 现在好像基督徒就会受逼不,但是这里说 神是我们的亮光,是我们的保障,不用怕 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 他也都怎么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确 真的我们很需要耶稣基督这些话来安慰我们 有行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 在他离开世界之前,他也都是安慰门徒 他将自己要受死受难的事情告诉他们 然后他就说,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 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我已经胜了世界 所以主耶稣的说,一次又一次的说 是世界,我们有苦难 这个是免不了 但是他给我们心里面的平安 这个平安从天来的 世界的人没有办法可以将这些拿走 保罗在《非纳比书》四章那里 也是给我们很多的安慰提醒 第六第七节说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讨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有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我们现在这个混乱的世代 这样的国家遭难的时候 我们需要的就是从天上来的平安 耶稣说我赐给你们天上来的平安 保罗就说神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所以希望我们 弟兄姊妹 我们抓到神这个的应许 无论环境怎样变迁 求主继续保守我们心怀意念 愿祂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作主 好 弟兄姊妹 接下来是讯息的时间 今天很开心 有牧师在我们当中去分享 将时间交给牧师 跟我们分享圣经的说话 弟兄姊妹平安 好欢喜 上个礼拜开始 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实体的聚会 我想跟大家讲 是每一个礼拜日的下午1点半开始的 如果神有感动你 欢迎你来参加我们好吗 感谢主 多谢主 你来有平安的 主会保守你 主会保守你有平安 我就想着 今年我们有实体的聚会 我要讲些什么 我就想跟大家来到一起思想 比特前书的信息 1st Peter 1st Peter 那我就由今天开始 凡是有机会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 跟大家分享主的话语 我就会一直讲比特前书 一直讲下去直到完成 或者之后再讲比特后书 好吗 我今天信息的题目是 耶稣基督的教会 大家知道 耶稣基督的教会 分布在全世界 每个大城市 每个乡村各路 有人的地方 就有基督的教会 但是人家对教会的看法 不一定相同 有些人很敬仰教会 观望他 有些人怀疑他 离开很远 有些人批评他 轮断他 攻击他 也有些人很热情的 去参与他 去投入他 去建立他 好像我们这里的大兄姐妹 我们很热情的 很有心的 要建立主 托付给我们的教会 但是无论如何 教会始终都是潮着 原来那个方向 前进和成长的 你说教会是什么 它和其他的团体 有什么不同呢 教会是不是 只是一个很同行的建筑物呢 是不是另外一个组织 机构呢 是不是一帮 就是一帮很虔诚的基督徒 聚集在礼拜堂里面 敬拜呢 是不是就是你充满热心 爱心 去行善的一个群体呢 还是教会有 更深的一个熟灵的意义 你说我怎样去找这个答案呢 当然要答案 要得到最合理的答案 就是应该来到 圣经的地方来找 只有圣经对教会的论述 和教会本身的见证 才能够给大家一个正确的答案 因为教会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 主耶稣基督对教会所讲论的 所评语的才是最重要 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来到思想 比特前书第一章一道二节 我们一起读好吗 耶稣基督的使徒比特 写信给那分散罪本都 加拉提 加帕多加 阿西亚 比推离寄居的 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揽损 值着圣灵得成圣结 以致信服主耶稣基督 由蒙他血所杀的人 愿因为平安 多督的 加及你们 以上我们想从三个方面 来到思想 耶稣基督的教会 第一就是耶稣基督 他写信给教会 第二 是耶稣基督心目中的教会 第三 是耶稣基督向教会 所怀的意念 我们以下一切来到思考 第一 是耶稣基督写信给教会 从字面上看 这个书信是比特写给教会的 但实情是主耶稣 直接是比特写信给教会 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宰 是他自己亲自建立教会 是用他的爱来尋找我们 用自己的补血来埋属我们 是用他恩赐的手来低领我们 他行走罪教会的当中 他管理教会 他保护教会 有一日他要将教会 提到天上 与众圣徒 和我们亲爱的主永远在一起 在以下的分享里面 我们就会看到这些信息了 首先 比特说耶稣基督的仕途比特写信 仕途这个字在希腊文 就是被猜派 被猜遣的意思 但是从中文的角度 我觉得很漂亮 很好 是就是大使 是ambassador 你是阴妻帝师 一个帝师呢 你是代表一个国家 一个君王 带着权兵 在另外一个地方 在另外一个区域 一个国家来到讲说话 来到扮理事务的 徒呢 就是学徒 闻徒 那就是说 你正在学习当中 所以仕途呢 有双重的意义 就是在老师的指导下 你继续学习 也都同时代表他 带着权兵去工作 这个地方呢 比特是一个执不写信的人 他是盟主耶稣的托付 去写信 比特是依仗 耶稣的权兵写信 耶稣是 比特是代表耶稣的心意 来到写信 你说比特是谁呢 为什么主耶稣 这么大的使用他呢 这个答案 他是福音书 在仕途行转 甚至比特的书信里面 看得到 我们做一个 很简单的回顾 在未跟从主耶稣基督之前 比特是一个 加利利的愚夫 有一天主耶稣呼召他 说你来跟从我 那么比特听到主 一个呼召的声音 他就放下他的鱼船 他的鱼网 别了着他的父亲 就跟从主耶稣 三年半之久 主耶稣 无论往哪个地方去 比特他都是 同主是不是一切的 他亲以听耶稣基督的讲道 他亲眼 见到耶稣 他行的神迹 他自己亲自多次的 去经历主耶稣能力 彰显在他的身上 他更加是 见证了主耶稣的受苦 主耶稣的迷中 耶稣基督的复活 耶稣基督升天之后 彼得被圣灵充满 他和其他的门徒 来到 从耶路撒冷 到犹太全地 到撒玛利亚 到全国周围的地方 来到 传扬耶稣的福音 他建立教会 他牧养羊群 他兼顾信徒 最后在罗马的皇帝 尼罗的手下 执政的时候 他为主 殉道 为主 摆上他自己的生命 彼得 他信主之前 跟从主之前 和他跟从主之后 根本是两个人生 之前 他只是要捕鱼 捕鱼 他所注重的是捕鱼 更多的鱼 可以赚更多的钱 做更大的生意 但他跟从主耶稣基督之后 他就舍弃了世界的工作 他就专心去爱主 他有爱教会 他满有圣灵的能力 圣经的知识 为真理作美好的见证 这个就是 写信给我们的彼得 他是代表耶稣基督 写信给我们 那个真正写信给我们 是主 下面我们就看 主耶稣基督 他心目中的教会 在圣经那里讲 他说 耶稣基督的仕途彼得 写信给 那分散在本都 加拉泰 加帕多加 阿西亚 比推尼 寄居的 就是招负神的先见 被揽损 借着圣灵得成圣结 以致信服耶稣基督 又望他血所撒的人 这里收信的人 就是教会 圣经用了六个短句 来到营养这个教会 每一个描述都很独特 很终肯 很精简地 将教会熟练的意义 来到讲论出来的 第一个字是什么 分散 分散 你说这个和教会有什么关系呢 实情是很有关系 教会最初在耶路撒冷被建立 众人聚集在一起 来到敬拜主 他们充满了主同罪的喜乐 他也带着圣灵的能力 为主作美好的见证 但是教会接下来 遭受到政治的逼不 宗教的逼不 饥荒 贫穷 很艰难 他们就分审到不同的地方 这里圣经和我们记载的 是有五个地方 这个五个地方实情是当时 罗马帝国的五个省 本都 加拉泰 加帕多加 阿西亚 比特尼 这些省就在今天的土耳其的境内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到 神对教会的心意 就是不是教会永远都集中在一个地方 相反的 神允许 教会受到逼不 患难 而分散到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乡村 他可以继续做什么呢 去为主 去作见证 在那个地方 来到将真道传到更远 更远的地方 他们在这个地方定居来 他们领人来到归主 所以教会 无论我们聚集是不是在一起 或者教会有时会分开 分审到各处 神总与教会同在 直到今天 如果当时的教会的人 不去传福音 不会因为某种原因 被分审的时候 福音不会传到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我相信你无论你来自亚洲哪个地方 如果你来自香港 更多的宣教士是个地方 你在内地 大城市 海港的城市 甚至到 英伦 内地会 这些内地 宣教士 他们都愿意去 当他们开的时候 他们和原来的母会 实际就有一个分隔的时间 有一个分离的分别 但是为了主的缘故 这个是值得的 所以第一个 教会不是只是 在一个地方 耶路撒冷 是分神到处 那处都有 第二圣经说是寄居的 寄居这个地方 有双层的意义 当时对于那些 原来住在犹太地的犹太人 他们漂流到外地 他们觉得 我们在这个地方 是暂时的逗留 我们盼望 很快就回到 耶路撒冷 我们的家园 所以他们的 努力的方向 不是企图 要在异地定居 而是他们想尽办法 回到自己的家园 但是寄居的 对基督徒 有另外一层的意义 就是我们基督徒 我们的citizenship 我们的国籍 是在天上 我们虽然住在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世界不是基督徒 永远的家 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 是暂时的 就好像阿伯拉罕 以撒雅各 和这些信心的伟人 他们都有相当的看见 今天我们信了主之后 我们知道 我们在地上 是很短很短的 神和他为我们预备的 圣城 新耶路撒冷 才是我们永远的居所 我很喜欢阿欣欣 他刚才在那里分享 他挖了个心 中间是什么 耶稣 我觉得 我们分享的就是耶稣 耶稣就是我们分享的内容 OK 我们基督徒在地上 但是我们实际有更美的家 我时时跟大家分享的 每一个成为基督徒的人 都有三个家 一个就是自己的家 一个就是教会 永生神的家 还有一个天家 天家才是永远的 最美丽丽的 最理想的 最好的 因为我们的神是那个地方 一切爱主的人都是那个地方 所以基督徒第一有分神的时候 第二在地上是暂时的 是寄居的 第三 他说是招负神的先见被紧选 哇 这句话很伟大 很伟大 很重要 很有心 很深的含义 说到神 他紧选人 这个是很奇妙的真理 实际这句字 我们从五个方面去思想这句话 他说招负 那个招负的是父神 父神是我们敬佩 三个一体真神的第一位 神的意思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 神 当你说神的时候 他的定义是什么呢 神的意思就是 全难者 或者大难者 He is the almighty one He is the powerful one 第二这里讲父神 父神 由父亲由神 我们知道父亲 给我们的观念是什么 父亲是有尊严的 是慈爱的 是充满连满同情体恤的 父亲喜欢跟子女在一起 父亲喜欢跟子女有沟通 父亲很愿意去帮助子女 所以父神这个字 所以你将父亲当作一个形容词 当作一个adjective 所以我们的神 是一位有尊严的神 一位充满慈爱的神 充满连满体恤同情的神 是愿意跟人沟通的神 是愿意乐意去帮助我们的神 这个第一个字就是父神 简选我们 那个简选我们 第二个字就是简选 简选是一个动词 神的简选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个很深奥的真理 但是单单从人有限的知识去看 神简选 简选了什么呢 神的自主权 因为一切都是出于他 由于他 归于他 简选也都体现到神 他是主动权 因为是神简选人 不是人去简选神 简选也都体现了 神永恒的眼光 和他智慧的决定 因为神的简选是没有后悔的 神的简选 简选更加体现了 神给我们恩惠 因为在万万千千千千千万万人之中 神竟然简选了我 你说 可不可以和我们讲一下 神简选人的目的是什么呢 神简选我们的目的 第一 是为了我们得儿子的名分 第二 要使我们成为圣洁 没有瑕疵 第三 要使我们明白他长阔高深的爱 第四 他是要使我们效法他儿子 耶稣基督的模式 要使我们在民邦之中 在民国之中 作他美好的见证 或要使他的恩典 得着清真 哦 感谢主 我们应该如何来到解释神的简选呢 我想最好的解释 就是Dixon 带我们唱的第一首歌 I will sing of the mercies of the Lord Forever I will sing of the mercies of the Lord With my mom Forever I may know Thy faithfulness Thy faithfulness With my mom Forever I may know Thy faithfulness to all generation and then sing again and sing again and again and sing it faster and faster and faster 直到那些小孩 唱都没办法唱 唱到最后 感谢主 讲到神的简选 我们就是要这样歌唱 日夜要这样唱 刚刚还有第二节 令到天使都要唱 如果我们继续读这个 《比德前书》的时候 Angels investigate 天使 他要找神 怎么这么爱人类 简选人类 天使犯罪 神没有为他预备救恩 但是因为我们人类 这么差 这么坏 这么废位 没有用的人 神却是为我们预备救恩 哇 我跟你说 I will sing I will sing I will sing 第三个字是照 那里讲 照 照着的照 依照 按照 照的意思 按照 依照 是 说什么呢 神他挑选人 不是随便的 不是随意的 不是一时的冲动 而是照规矩 照程序 是合情 合理 合法的 亦都是 按照他的时间 他的地点 以佛所书第一章 第四节 和我们说 神拣选我们 在哪个时候 在冲立世界之前 在哪个地方 在基督耶稣里 神在基督耶稣里面 拣选我们 和我们说什么呢 父神当他做 拣选的时候 他非常尊重 耶稣基督 是为了耶稣基督 得着荣耀 他是和耶稣基督 有商有良 是同心的 所以神拣选我们 是照规矩 照程序 照时间 照地点 照他自己美好的意思 以至他所拣选的 和他的属性 一致和系 叫一切被拣选的 甚至没有被拣选的人 都口服心服 都称赞神的公平公义公正 称赞神的恩典 怜悯慈爱 都要苦福敬拜他 我们读到 这个菲利比书 《菲利比书》第二章 至中文口都要清重他 文室都要跪拜敬拜他 You know the song He is Lord 第四 他说照着他的仙见 哇 仙见这个字 It's the full knowledge 仙见 如先控见 如先知道 神有仙见 说明什么呢 神有超越的眼光 他有超越的力量 有超越的聪明 他有渗透文士的智慧 这些特性 只有神有 我们没有的 迪圣有没有 没有 没有先见的 没有先见 不过神有就够了 神有就够了 我们人没有 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当神充做我们的时候 他没有将这个特性给我们 大家记得全道书第三章十一节 大家都很熟悉的 当神做人的时候 他充做人的时候 他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内 然而神由此至终的作为 人不能渗透 新明记 29章29节 The secret things belong to Yahweh 人必的事是属于耶和 我们的神的 你或者有少少想问多少少 神有先见 他的先见 通常使用在哪些地方 从圣经里去看 实际神 昏扬祂的先见 就是在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我们 神揀选我们 今天彼得跟我们说 我们是招呼神的先见被揀选的 另外一度 父神使用他的先见 是应用在 预言耶稣基督 来到这个世界成全 救赎的工程上面 比特在《司徒行传》第二章 23、24节 就讲到耶稣基督的仇苦 他的仇死 他的復活 他就对当时 所有的犹太人 讲了一句 很震撼的说话 他说 有时间就跟大家一起去思想 这一节伟大的经文 因为这里讲到 神怎么样照着他的先见 预定他的儿子的受苦 这个是神的旨意 但是同时 我们看到全世界最罪恶的一件事 就是将神的儿子 拿死在十字架上 将他杀了 以至公义的主竟然被控告 真理的主被定罪 永恒的生命死在十字架上 第五个字 被 就是招呼神的先见 被 被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被神拣选 说明什么呢 我们是被动的 天父是主动的 这里进一步提醒我们 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 不是偶然的 那是神招着他的先见 在万古以前 在基督耶稣里面 拣选了我们 神以他的先见 拣选我们这个真理 我们完全没有足够的知识 去了解他 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 神拣选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 打动了神的心 以致神拣选我们 神拣选我们的时候 我们还没出生 我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好行为 呈现在他的面前 所以神拣选我们again 是他的恩典 他的怜悯 他的慈爱 好了 以上就是讲到 教会是怎样形成的 这里是其中的一步 我们看第四句 它说直着圣灵得成圣结 这里刚刚讲完父神的工作 又讲到圣灵的工作 圣灵是身为一体的 真神的第三位 向创世纪的创造的工程 圣灵就运行在其中 启示录第22章的时候 在新天新地的里面 圣灵也都在其中 所以由旧约到新约 从地上到天上 圣灵一直都是与父神同工 彼得讲完了父神 简选的工作 立刻就和我们讲 圣灵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 开始工作 圣灵的工作是那些 在梦神简选的人 使得他得成圣结 英文是saintifying by the spirit 得成圣结 是将人从世界的里面 分别出来 使得他归夜和画 为圣 好似圣灵使得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进入光明的角度 圣灵使得人脱离背叛 远利抵挡 进入亲近神 相信神 信服神 圣灵使得我们脱离 自私 骄傲 窮忙 进入爱神 爱人 和服事神 圣灵使得我们脱离犯罪的本性 进入仁爱公义的本性 圣灵使人脱离 怀疑 肛硬 冷漠 进入同情 连满 体率 圣灵请教我们脱离撒旦的权势 使得我们进入神爱子的角度 圣灵的工作 就是将我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 洁净我们 使得我们成圣 圣灵使得我们知罪 圣灵使得我们灰改 圣灵赐给我们新的生命 圣灵使得我们成为神的依赖 这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我们的成圣 我们的saintification 不是凭着自己聪明的决定 或者不是的努力 我们成为圣结 开始于圣灵 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 追踪那个学慕神的心 和精卫神的虔誠 圣灵光照我们的内心 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个失 我们的软弱 圣灵将我们带到十字架的下面 来到谦卑求主的赦免 神就赦免我们 圣灵带领我们来到十字架的传愿 来到洗净 圣灵使给我们赦罪的平安 接立的凭据 向我们证明 耶稣基督是主 引领我们走光明 健全圣结的道路 我们看第五句话 信服耶稣基督 在前面刚刚讲到 父神的工作 the work of the God the Father and then 讲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现在也都讲 the work of the Son Jesus Christ 耶稣基督是身为一体神的第二位 耶稣基督是神成为人 是道成肉身 是神与人同罪 he is Emmanuel 他是以马来利 他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 他是人类的教主 所以特别讲到 我们教会是要顺服耶稣基督 这里讲到 我们为什么要顺服耶稣基督 至少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配得 he is worthy of our obedience 腓立比诗第二章 落到八节 跟我们讲 他本有神的形象 但是不会以自己与神同胆为强奪的 反倒开己 取了脑袱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全身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家上 以佛所书第一章 二十到二十三节 跟我们讲 当他死在十字家上的时候 神使他从死里复活 叫他在天上 坐在自己的右边 超过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 主持的 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今世 连来世的 也都胜过了 又将民友 伏在他的脚下 使他成为教会作民友之手 教会是他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为此基督徒应当顺服基督 这个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我们顺服耶稣基督 实情就是父神简选我们 圣灵分别我们的一个贫拒 我怎知道神简选我 我怎知道圣灵使得我成性呢 就是看你有没有顺服基督 如果你愿意顺服基督 证明神在你的身上做了简选的工作 圣灵在你的身上 已经做了 使你分别为圣的工作 第三 顺服基督说明 这个人已经是得救了 我怎样知道我得救 我怎样知道我的救恩是sure well 因为我顺服了基督 我以前不是顺服基督的 以佛所书第二章 和我们说 以前我们顺服在三个能力的下面 一个就是今世的风俗 世界的哲学 世界一切的理论 主义学书 第二个就是魔鬼 空中掌权者 在人的心里面的力量操纵 第三是我们自己的私欲 我们风中自己的私欲 除了自己所爱好的去行 我们之前是顺服在这三个力量的底下 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 但是感谢主 我们已经顺服耶稣基督 说明什么呢 我们有一个新的老板 新的主人 因为我们现在顺服在他的下面 好了 现在我们再看大陆句话 他是蒙耶稣基督的血所耍的 这里强调教会的功用 我们先看教育几次的经文 看到什么的人 什么的事就需要容高的血 灑在他的上面呢 第一个就是当一个犯大麻风被结症了的人 他说我好了 他就要给祭司去看 祭司见面了 真的好了 那他要做什么呢 他要灑这个羊羔的血在这个人的身上 说你结症了 结症了之后是什么呢 结症了之后你可以回去 你可以回去 家里面 你可以回去社会里面 你可以回去神的殿中去敬拜 所以看这个血所耍之后 你就得着结症 你可以开始过新的生活 这是第一个 第二呢 血耍了之后 使到你可以去服侍神 去服侍神 大家知道第一队的祭司 叫做亚伦和他的儿子 但是他们未服侍主之前 神叫摩西要结症他们 用高的血 来摩他的 耳朵这个地方 和两只大拇指 和脚的两只耳朵 使到我们的耳朵结症 我们的手结症 我们的脚结症 使到我们可以听到神的声音 以至我们的手圣结 可以去服侍神 以至我们的脚圣结 可以去走神的道路 第三个 还有第三样东西 可以需要容高的结症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东以色列人 他说我们愿意成为神的角度的时候 神就叫以色列人 拣选他们的长老 站在亚伦的面前 他们代表整个国家 整个民族 摩西就将血 杀在他们的身上 说神与你们立约 所以我们一个梦 血所结症的人 根据旧约的三个背景 第一个可以开始各新的生活 第二可以侍奉在 升级的神的面前 第三 神与我们立约 我们永远属于他 我们代表他 在万民的面前 来到怀主 作他美好的见证 是不是很美丽啊 这里你看着 真是圣经所讲的这一件事 没有一句话 没有一个字 是多余的 是不重要的 没有很全面 你这里看到 圣父 圣子 圣灵的工作 你看到教会 是一群很特殊的人 教会建造的工程 不是人想出来的 是神设计的 不是人开始的 那是由神开始的 不是有人计划的 那是有神的美意 不是人的努力 那是神的恩典 不是一群可有可无 多余的群体 那是梦神 救赎的子民 不是暂时存在在地上 那是传到天上 直到永永远远 好吗 教会好吗 is it beautiful oh boy 我很欢喜 我成为耶稣基督 教会的一分子 最好的身份 that's the best 所以神对他的子民有要求 今早Pastor Daniel 和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和我们说 神为什么对我们 有这么高的要求 因为神要我们成为最好的 你去任何一家最好的公司 最好的学校 最好的临球队 他要的 他挑选的 都是最好的 因为你代表他 如果你不好 你就不要来了 所以你入一个越好的团体 他的要求 他的标准是越高的 而我们今天看过 实际神对我们 都是有要求 有标准的 但你看这一切的工作 实际是由神开始的 基督徒是存着 感恩的心 神啊 哇 你在我的身上 做了这么坏的工作 我很荣幸 我很欢喜 可以成为你的儿女 好吗 我是不是说太长了 一会儿 Joseph Ricard 这一段 I just like before OK 我们现在看第三件事 基督向教会所为的意念 你看到这个意念 可以由这个问安 下一句看得出来 圣经说 原因为平安多多的家级你们 原因为平安多多的家级你们 你问什么是因为 因为是使到人快乐的东西 因为是神给人的礼物 因为是神给全被属灵的福气 但是因为恩典不是人的劳动去赚取的 不是我们配得的 但是出于神的爱 祂看到我们的需要 祂慷慨的 白白的赐给我们 你问人需要什么的恩惠呢 我们需要什么的恩典呢 人需要神怜悯慈爱 需要欢恕神的赦免 我们需要神的接纳 需要神的洁净 我们需要认识真理 我们需要知识 我们需要智慧 我们需要熟灵的汉见 我们需要熟灵的辨别力 我们需要熟灵的恩赐 我们需要圣灵的重生 我们需要永生 我们需要永远的居所 这一切都不是我 父母我们可以给我们 也不是用我们的双手可以赚到的 这些都是神白白的给我们 是神极大的恩典 感谢主 神愿意给我们 他说多多的加给我们 多多这个词 没有办法营养 你需要多少就给你多少 你的需要越多 他的恩典越多 你永远都没有办法 感谢主 第二 神要给我们的是平安 平安是什么呢 你说什么是平安呢 如果你从字面上看 就是没有骚动 没有暴动 平安是没有战争 没有纷争 平安是没有困扰 没有烦恼 平安是没有惊风 没有巨怕 但是实情平安是什么 平安乃是与神同行 希伯雷文 平安 Shalom 这个字有三个意义 第一个是愿你 接受神在你心灵中的旨意 带愿你的心意 和神的旨意平衡 第三 愿你永远活在神的掌管当中 当你这样与神同心同行的时候 你的心 我跟你说 非常地平安 就算你在世界上有平安 你上高身 你下低谷 你过江河 你过海洋 都有平安 没有问题 你是天空飞 在地上走 在心角心动的里面 都有平安 这个平安是重慎来的 使得我们能够战胜邪恶的势力 世界上有苦难 但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有平安 有主的陪伴就有个平安 今天的世界 刚才迪士尔大兄和我们说 在祈祷当中说 是一个动动的世界 是一个混乱的世界 是一个充满危机的世界 是一个令人灯忧的世界 我们需要的 刚才佛林舍和我们说 我们非常需要平安 我们需要身体的平安 环境的平安 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平安 出人燃料之外的平安 神知道我们真的很需要平安 所以神说 愿平安多多加给你们 是不是最好的 最需要的 感谢主 我们真正的需要 真的就是恩典 就是平安 感谢主 好了 我们今天和大家就讲了这么多 分析圣经的话语就这么多 以下我们要讲一些 就是圣经在我们生活上的一些应酿 一个应酿 第一个应酿 就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 有改变生命的能力 我们看到这个被主使用的彼得 他原来的人生很平凡 他常常要做的就是捕鱼 之后就多点鱼 就多点快乐 少点鱼就少点快乐 赚多点钱就很开心 不赚少点钱 压口无奈 但是我们知道 当彼得听到主的呼召 他跟从主之后 同主三年半的时间 被主使用之后 他的生命发生了极低的改变 我们看到彼得成为初期教会的领袖 他的身为念各处的教会 他有丰富属灵的经历 他有使徒的权柄 他能够安慰教会 坚固教会 我们今天是不是愿意 好似好象 比得一样被主使用 如果愿意的话 我们真的要放下属性的东西 愿意去走上属灵的道路 跟从耶稣基督 今早Pastor Daniel 确认说的信息 他说 凡不爱我 过于爱所有人际关系 不配作我的门徒 他也说 如果你不愿意背起 你自己的十字架 跟从耶稣的 也都不配作 耶稣基督的门徒 所以我们要爱主 过于一切 我们愿意来到背十字架 什么是背十字架 就是遵行神的旨意 好似耶稣基督 神的旨意来到西上 他需要为人类的罪对他罪死 使得借着他的死 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 他从高天流到地上 使得地上的人 去到天上海 他附足为我们成为贫穷 使得贫穷的人 可以恩着他得着附足 他为我们死 使得我们恩信得永远的生命 好似一个立足 一定要烧着自己 你不烧着自己的立足 你放十年 二十年 恩你家里有没有立足 有啊 有时怕没电 很多立足 你不点燃 它永远没有用 但是当你点着它的时候 它就开始 很灵的光 发出来 使得在暗中 沉走的人得着指引 那些黑暗中很孤单的人得着温暖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学习彼得 神能够改变彼得 使用彼得 神也都能够改变我们 所以不要想着去改变其他的人 要先改变自己 借着自己的改变 去改变其他人的生命 感谢主 第二我们要学习的就是 学习从耶稣基督的眼光 去看待教会 只要人看来 早期的教会受到逼不遭患难 有些躲藏起来 有些离乡别整 有些人四处分散 他们没有建筑物 他们的信心受到考验 但是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 彼得 他没有用严肃的话去跟他们说 没有骂他们 只是对他们说安慰的说话 有盼望的说话 彼得说 虽然你们是分散的 但是我们不是分裂的 虽然你们是到处漂流 但是天上有永远的家 神跟孙你们 你们是神的子民 耶稣基督的补血 洒在你们的身上 你们是服侍永生的神 求主帮助我们 到我们今天看教会的时候 不要看表面 不要看建筑物 不要看有人数的多少 最重要 他是蒙神所揀选的 是圣灵分别为圣的 是耶稣基督的补血所洒的 他又没有顺服耶稣基督 如果有这些的时候 足够了 enough more than sufficient 我们追求的 也是这么多 不会更多 感谢主 是不是 感谢主 还有我们要知道 教会的工作 是圣父 圣子 圣灵的工作 所以不要 特别的强调 今天极端的灵恩派 特别的强调圣灵 他们不要强调 圣子耶稣基督 和圣父的工作 这个一失去平衡就不对 你看彼得跟我们说几可吗 父神的简选 圣灵的分别为圣 耶稣基督 顺服祂 祂的补血 洒在我们的身上 第三样东西 我们要说的 就是 神向教会所为的意念 是一个似恩典 似平安的意念 所以我们凡事 也都需要为教会的好处 来着想 我们需要为教会求平安 为大兄姊妹的家庭 为他们的自己来求平安 当我们听到 有人遭患难的时候 我们要顾念他们 他们最贫穷当中的时候 我们要帮助他们 他们在彷徨之中的时候 我们应该陪伴他们 因为神向教会的意念 乃是似平安的意念 原来买书第29章 跟我们讲的 我们是神的以来 我们今天也有活出神的生灵 使得我们有广阔的心股 不要只是为了自己 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 第四我们要珍惜 和大家在一起的时间 圣经说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 寄居的意思是有一天 会离开的 有时会分开的 有时会天各一方的 所以大兄姊妹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要珍惜 要珍惜 因为有时有些人 寄居在地上住三十年 有些四十年 有些五十年 有些一百年 一百一百二十年 但是如果除非主 来将我们避体到天上 我们一起到主个地方去 如果不是 我们有些人会先回天家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个事实了之后 我们要珍惜 是不是一起聚会的时间 有机会就来敬拜主 不要怕 不用怕的 耶稣说平安 感谢主 当然这些卫生的规则 我们是应该遵守的 但是你来敬拜主 我们要走着这个机会 藉着这个机会 我们才一起来歌壮 来唱歌 我刚才唱歌 虽然有些歌我不会唱 我就跟着Dixon来唱 唱得很开心 是真的 感谢主 所以我们要珍惜 好吗 因为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 有些人会先到主个地方去 有一天或者是 哪个人神要派他去做宣教事 去另一个地方 我们就没办法和他在一起 所以我们要捉住这个时光 第五我们要学习圣经的真理 你看到现在两节圣经 真的里面每一个字都这么重要 每一个句子都这么美丽 好雅致 好精致 好有好心的属灵的意义 真是好宝贵 但是我们不要只是欣赏他的好处 我们要下功夫去思想他 圣经说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分解就是将他画分解就将他解释 神经说要一解开就发出什么 良光 那么我们的心灵就受到照耀 感谢主 刚刚跟大家讲到这里 明天不是明天 下个礼拜日 我们再讲 今天一到二节 下一节就三到五节 好吗 继续来到学习神封诚的救恩 欣欣会同 牧师你下个礼拜是讲什么 神封诚的救恩 第一章三到五节 好吗 好我们重新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奉耶稣基督人命 多谢你的恩典 你的恩典如此的豪帝 主要我们读到两节的圣经 我们已经觉得非常的丰富 求圣灵感动比特写圣经 也都感动我们 主要你开我们的眼睛 你让我们有聆听的耳朵 让我们有仇教的心 让我们有遵行神旨意的心智 以到我们学习你话语的时候 主要不是当他好像一般的书 可有可无 回来回去看一看 而是真是这个是我们的粮食 这个是属天的guidline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这个里面有永生之道 叫一切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多谢主 奉求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 感谢主 主持福给大家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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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立志去进行 我们一同站立 我们这首诗歌 立志摆上 不单单 不单单我们自己是接受 我们更加愿意将基督的救恩 三一神的工作 他们的这么丰盛的恩典去传扬开去 让我们摆上我们自己 被神去使用 好吗 我们一起去唱这首诗歌 祝福音乐 能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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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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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发几度爱 眼界变改 愿甲子天制降下来 逃走我里面能胜在 神封坐的后我 愿甲子天制 愿甲子天制降下来 逃走我里面能胜在 神封坐的后我 死主真是美 我很感激基督的大爱 基督写新的爱 知道今天能够认识主的福音 是何等的美好 认识主的说话 是何等的美妙 有智慧 是真是真理主 愿意真是我们所听的 我们所学到的 叫我们就夜去思想 反复去思考 然后我们 传在生命里面的时候 当我们活出来的时候 不单单是 我们自己能够平安 我们更加讨告的是 主人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去看到 捉紧机会 能够传扬主你的福音 主要能够将 神的福分 神的平安 神的美好的美善 神的信实大爱 慈爱能够 真是 这么好 这么多好的事 能够和人去分享出来 主要给我们 有一份基督的爱 给我们有一份 基督的眼界 主要我们去感谢你 我们祷告奉耶稣名字祈求 各位请坐 好 接下来是 欢迎和报告的时间 首先讲奉献 我们待会 台前有奉献袋 我们可以在完成崇拜之后 大家可以出来 将奉献 可以放在 袋里面就可以了 欢迎和报告 就是我们 教会 两文三语 两文三语 有不同的崇拜的时间 分别是 每个主日的九点半 我们有英文 直播的崇拜 国语的崇拜 也是早上的十一点 而这个录影 我们会在主日的十一点中播放 但是我们同事 刚才牧师一开始都说了 我们都有 欢迎铃姐妹一起 回来崇拜 就是每个主日 下午一点半开始 下午一点半开始 而我们下个礼 当我们看到这段崇拜的时候 今天下午的一点半是我们的主餐的崇拜 所以我们很期待可以邀请大家一起回来 见到大家一起去分享主耶稣的爱 正如刚才所说的奉献我们在现场的安排 但如果大影姐妹都有在感动去奉献教会的时候 也可以透过邮寄支票的方式 抬头请写CCCF 地址是迎光幕上面都有的 3945 Shafer Avenue Chino 91710 如果当中大影姐妹有什么需要待讨的时候 我们都很想为你祈祷 去认识你更多 大家可以透过这个电话留言给我们 或者传个短信给我们 我们有一个方法我们都会联络你 电话是626-634-3420 而另外我们每个礼拜五的晚上八点静 我们都会一起有查考圣经的时间 我们现在去查到山姆尔记下 大卫人生很精彩 很多功课去学习 一起学习 如果你很有兴趣 我们很想了解神的说话多些 很欢迎你都在这个电话 联络我们一起去参加 我们的礼拜五晚上八点钟的查经 好 最后呢 顶之母一同的站立 我们唱三一重 然后呢 有请牧师为我们去祝福 小 wish 喝水 大瓶 尊 rij 尊尊 尊 千万赞美祝美 赞美圣父圣志圣祢 阿们 原大兄姊妹听了神的话语 能够将她谈记作心 存着感恩的心 来传扬她 见证她 活出她 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 求主帮助我们 主要你是一切美事的开端 也都是一切美事的结果 主要我们立志来学习比德前书 求神使我们继续学习下去 看到圣经的作者 向我们所传讲传面的信息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立定心志 好期望地去学习神的话语 圣灵啊 求你继续在我们的心里面 云行作光 愿天父的慈爱 愿耶稣基督的恩典 愿圣灵的感动 与大兄姊妹同在 与你们的家人同在 无论在近处在远方 愿在至高之处 荣耀归给圣父圣子圣灵 在地上平安归给大兄姊妹 同心合意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大兄姊妹请坐 蜜土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